豆制品天在內最好啦 这间有质感的豆腐店 早在十年前就开始用 飞机改黄豆做豆腐哦 精英改造跟飞精英改造豆子的差别 主要在飞精英改造的豆子呢 它的肚子就是白色的 那精英改造的话是黑色 所有的豆制品都是每天清晨手工制作 看师傅细心将豆浆上的薄膜切开 再用手拉起来锤挂 诶 这就是我们常吃的豆皮了 手工制作的木棉豆腐油炸后 做成了爽口的油豆腐 现下的金黄色泽真的非常诱人 看一看这块漂亮的豆腐派 还有豆皮包覆的豆腐卷 是不是看起来就很美味呢 想吃一块纯净的好豆腐 还是要找飞机改黄豆制作的豆腐就对了 以往传统的豆浆现在也变身成各种饮料 为了保持豆制品的鲜度 老板特别设计了啤酒用的法塔 将豆浆与空气隔绝 现点现做的饮品非常的多样 可以和红豆花生结合 也可以把茶和豆浆mix成超清凉的饮料 还有还有爱碎的妹妹也可以这样吃哦 就是豆浆跟古物的结合 那这样子的结合呢 我们有时候在都会区啊 那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一餐来去饮用 豆浆剩下的豆渣 也可以做成新鲜的面包 填上各种口味的馅料 搭配豆浆吃是最好逼的 光是飞机改的黄豆还不够汗 现在更有人把有机黑豆做成了豆花 黄豆里有的东西的黑豆都有 那它的营养元素就是黑豆 它多了抗氧化的部分 看老板每天亲自做豆花 自己煮配料 完成的豆花超绵密 入口又香醇 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健康安心的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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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上一口就能感受到健康安心的小确幸